唐朝是一个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在那个诗人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 李白犹如一颗彗星 转入了大唐盛世 死后他久入豪场 七分酿月光 三分酿孝季 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李白的茄盖粉丝汪伦 为了见李白专门写信 邀请李白来家中做客 他在信上说 太白勋啊 来玩啊 快活呀 俺们这疙瘩呀 可是有十厘桃花 春天啊 已经进入尾声了 桃花以每秒五厘米的速度飘落 我想要是能够在春天过去之前 能和太白兄一起赏花 那可就太好了 这里还有万里酒庄 每谈酒都散发着一种寂寞的气息 汇聚成一种莫名的悲伤 李白他是一个酒罐子 当他看到光伦心里描绘的 十厘桃花万家美酒时 顿时就陷入了美丽的想象 那可是三生三世十厘桃花呀 一定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 还有上万家的酒庄 我一定要一家一家的喝过去 那一定会很痛快 于是呢 赶紧就来了 可是呢 到了一看 哎呀妈呀 这信上的描述啊 那简直是买家绣和卖家绣的差别 但汪伦呢这个时候呢 赶紧就搬出美酒 玩起了谐音梗 桃花呀 但是十里外有个水潭 叫桃花潭 万家呀 那是附近有一个开酒中的主人 他姓万 就像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一样 李白是一个潇洒豁达之人 听后呢大笑几声 并不觉得被愚弄 反而呢被汪伦的一个热情所感动 那段时间里边 他们一起看星星 一起看月亮 看桃花潭水 从诗词歌赋谈到民间踏歌 他们真正的成了好朋友 知一相合意气相投 李白小住几日之后呢打算告辞 咱们土豪汪伦是大手一挥 给他收了一大本礼物 送了李白八辆好车 十套名牌西服 临走时呢还弄了个小乐队 李白为了感谢汪伦 直接把汪伦的名字写在了诗里 这叫什么 叫私人专属 独家定制 于是千古明天 纵汪伦就出现了 李白成舟江玉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启现李白和汪伦感情深厚的 不仅是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不是送我情啊 而是诗中李白汪伦二人的大名 无论是在古文诗词小说中 还是历史影视作品当中 古人呢都特别忌讳别人叫私大名 比如说三国演义当中 张飞骂吕布喊的就是贼吕布 吕布修走啊 没有喊嘛 贼奉仙奉仙修走 曹操也是骂他都是人 曹操曹贼曹安满 只有在尊敬对方的情况下呢 才会叫对方的字 比如说刘玄德 诸葛孔明 关云长 赵子龙啊等等 这只能说明啊 李白和汪伦感情非常好 不在乎叫他大名 一千多年以后 这首诗被选入小学教材 并且呢是要求全文背诵 真是汪伦赠酒 永垂不朽 千尺桃花坛 课本永流传 下课